马尔谷福音第十六章 安息日一过 玛利亚、玛达雷纳、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默买了香料 要去肤抹耶稣 一周的第一天 大清早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那时 太阳刚升起 他们彼此说 谁给我们从坟墓门口滚开那块石头呢 但举目一望 看见那块很大的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衣 就非常惊恐 那少年人向他们说 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扎类人 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了 请看安放过他的地方 但是你们去 告诉他的门徒和伯多路说 他在你们 已先往加里雷亚去 在那里 在那里 你们要看见他 就如他所告诉你们的 他们一出来 就从坟墓那里逃跑了 因为战力和恐惧 绝住了他们 他们什么也没有给人说 因为他们害怕 一周的第一天 清早 耶稣复活后 首先显现给玛利亚 玛达雷娜 耶稣曾从他身上 逐出过七个魔鬼 他去报告那些一向 同耶稣在一起的人 那时 他们正在哀嚎哭涕 他们听说耶稣活了 并显现于他 他们却不相信 此后 他们中有两个人 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借了另一个形状 显现给他们 他们就去报告其余的人 但那些人 对他们也不相信 最后 当他们十一人 作息的时候 耶稣显现给他们 择斥他们的 无信和心应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 在他由死者中复活后 见了他的人 然后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 必要得救 但不信的 必被判罪 信的人 必有这些奇迹 随着他们 因我的名 驱逐魔鬼 说新语言 手拿毒蛇 甚或喝了什么 致死的毒物 也绝不受害 按手在病人身上 可使人痊愈 主耶稣 给他们说了 这些话以后 就被接生天 坐在天主的右边 他们出去 到处宣讲 主与他们合作 并以奇迹相随 证实所传的道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